為什麼要錄這一集視頻呢 就是我先開了一個頻道 不是影片是一個頻道 它有若干幾字叫基本單字 英文基本單字片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有些原因 就是我以前就想開一個頻道講單字 可是當然叫單字 就是網路上或者一般的書 教單字的 教這個繪畫的很多 本來想說做這個意思不大 可是為什麼還是要做呢 因為單字它的學問其實很大 看起來看起來不大 當然我們這邊是基本單字 沒有用那個太深的 就是其它的學問很大 那最後為什麼要決定要做呢 就是說 我們一般華人啊 不管中國人 香港人 台灣人什麼 就是我們的英文單字啊 一般把它看得太簡單了 或者換句話說呢 從另外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們的單字其實非常薄弱的 而不是說你認識的單字多與少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說你 不管你認識幾個單字 你認識單字的方法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幾乎大部分 絕大部分人 他學英文 學這個記單字 都是錯誤的方式 哇這就很嚴重 可是你說怎麼會錯誤 我會被單字啊 我可能認識三千啊 五千八千一萬啊 我認識很多字啊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說認識很多字 這句話就錯了 你說我認識五千個字 八千個字 那怎麼錯了 我真的認識啊 不然你考我啊 我真的會啊 我這個記的很清楚啊 觀念就是說 這就是我錄這一集想表達的就是說 單字比我們想像中的要複雜很多啊 所以通常我們說 這個單字你認不認識啊 這個單字什麼意思啊 這就不對了啊 因為為什麼呢 單字它可能有不止一個詞性啊 那我們一般只記單字啊 這什麼意思 打完收工 可是如果它有好幾個意思怎麼辦呢 而且你只記這個意思 但是詞性你知道嗎 哦 我知道這個意思 好像是名詞 好像是動詞 好像什麼字 好像就不對啊 所以 而且它可能還有兩個以上的 一個以上的詞性 可能有兩個詞性 甚至更多 我們現在看到有 這個五個詞性啊 意思呢 就是五個以上的一個字啊 一個英文單字啊 它有五個以上啊 意思 包括五個 我自己的電腦裡面 我就收集大概快六百個 快六百個單字 當然是常用字啊 英文單字就是說 越簡單的單字 它越麻煩 意思越多 你就越難的 這個字啊 很長啊 字母很多啊 那這種字反而簡單 跟我們想的相反 我們一般想 這個字沒有幾個字母啊 意思很簡單 我會了 其實你不會 那個字啊 字母很多啊 好難啦 好難背 其他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通常那種字 一個字一個意思啊 所以就是說 當我希望說 如果是小學生開始學英文啊 或者國中高中不管啊 就是你在學英文的時候 就是我們寄這個單字啊 最好是啊 第一個 也能寄它的雌性 第二個 也能寄它一字多意 這時候我一直想到 一字多意跟一字多雌性 這叫一套 一套 啊 就是你不要瑕疵摸一下啊 像就是 啊 那麼大啊 可是有人摸到像腿啊 摸到其中一隻腿啊 摸到 像的耳朵摸 像鼻子摸 像的頭啊 像肚子摸 像長這樣 其實不是 或者叫移管虧報 那 這整個的啊 你看這個 abandon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剛剛錄好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錄了三集 它可能兩個雌性 如果你看是拋棄 它可以是放縱 像ABC 你覺得它是字母 它也是基本 基礎 入門 像這個 像這個 abort 它也可能是副詞 也可能是戒系詞啊 像這個 about 你覺得它是什麼詞呢 我就搞不清楚啊 說戒系詞 還是副詞 也不像名詞 它可能是 它同時是戒系詞 又是副詞 戒系詞 兩個不一樣 兩個磁性 磁性不一樣 用法當然不一樣啊 所以你說 我記得 about 是關羽 沒錯 你說關羽 它也可能是在附近啊 關羽跟在附近不一樣 在附近跟到處 四處不一樣 而那副詞可能是大概 大概跟關羽又不一樣 也可能是將近 時間將近 也可能是在附近 意思很多 戒系詞後面是跟那個 名詞或名詞片語 而副詞來修飾 動詞跟那個 形容詞跟其他副詞 這不一樣 用法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背單詞 都是很模糊的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可是怎麼用不會 什麼詞性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第一個 你去解析人家的句子的時候 解析不清楚 第二個你寫的時候 都是含糊嘛 我只知道這個意思 可是要怎麼用 當名詞用 解析詞還當副詞 你搞不懂 那就算你搞得懂 然後還有別的問題 那解析詞 好 我知道解析詞 可是解析詞怎麼用 副詞怎麼用 又搞不懂 所以才會造成我們寫 寫英文 作文 寫亂七八糟 因為你基本詞性沒有 然後這個字到底什麼詞性 你也搞不懂 結果詞性用不對 意思用不對 那看的時候也是 這個字有四個意思 結果你認為是那個意思 結果他出的文章是別的意思 哇 你要翻譯的時候 又解釋不通 你看About 他又接析詞 也是副詞 也除了在上方以外 也可以是很困難的 哇 在上方跟很困難差很多 也可以勝過 超越 也可以是不屑 哇 這怎麼這麼多意思 還可以當副詞 還可以在前文中 所以這種 這種東西都很多 你看About 除了是國外的 大家要知道意思 可是他也可以是傳文 遙遠 到處四處傳播 國外又不一樣 那About 那是什麼詞啊 進行詞啊 形容詞啊 名詞搞不懂 他是副詞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記 沒有在記 記這些東西 你說About 一般 他覺得 突然的 這個字我會喔 突然的我會喔 不要說我不會 可是他還是魯莽的啊 很衝動的啊 莽撞的啊 哇 不知道 出了一個句子是 這個很衝動 你說這個很突然 那你說啊 我記住啊 突然的 衝動有兩個意思 要記住 這個斜坡很陡峭的 它又 陡峭的又不是 斜坡很大 角度比較大 上坡下坡 它又不是突然的 又不是魯莽 你不能說這個路很突然 奇怪 人家聽不懂 什麼叫這路很突然 這條路很魯莽 聽不懂 這路斜坡很大 喔喔喔喔 懂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叫一套 所以我做字評 就說我們去記一單字啊 所以我這邊單字就 選擇兩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 一般的 不要太難的 一般的 簡單一點的 第二個呢 就是實用 很實用 有些字好像看起來 沒那麼簡單 可它實用 就是簡單 跟實用 也就是說常用 常用的字 跟實用的字 那這些字就 出現機率高嘛 那我們這邊就不介紹 很難的字 很健身的字 那些字很少用 所以越簡單的字 越常用 那常用的字 就要熟嘛 可是我們英文不好 就是說 常用字 我們就搞不清楚啊 我們太小看它了 就這個字 我知道的意思啊 就像我剛才前面講 你是知道意思啊 可是它詞性你搞不懂啊 尤其它有兩個 三個詞性的時候 那你就更搞不清楚啊 它的意思好幾個 我們只知道其中一個啊 或者它有四個意思 你知道頂多知道兩個啊 那其他碰到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是收集了這些字啊 很多這種字 簡單的 常用的 實用的 這幾個原則 所以意思就是說 做這個視頻就是說 最好是那個 剛開始學英文不久的人 他比較沒有一些包袱 就像那個 為什麼 小孩子去外國學得快啊 青少年就慢一點啊 青年人慢一點啊 那成年人 就很慢啊 就很難丟到包袱啊 老人家簡直沒辦法學啊 就是說 你的中文的這個包袱越大 英文就越學不好 那同樣的我們學這個單字也是 你本來說啊 我這個字不要講那麼多啦 你不要跟我講磁心啊 不要講幾個意思 你就告訴我一個最常用的 啊我會了就好 這個字我就會了 打完收工 它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以後 碰到外國人講話 看到外國文章 他們不可能永遠用最簡單 而且永遠用一個意思 一個磁心跟你講 它該變就變 所以我們就是看到這個外國報章 報章雜誌文章 這裡看不懂 那裡看不懂 好像這個字我認識 可是又解釋不通 就一大六種問題 所以就是這個視頻就是說 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就是這些字看起來 你不覺得很怎麼樣 這個很多字啊 這個字我認識啊 那個字很簡單啊 這個很多人都在講啊 YouTube啊 網路上啊 這個書啊 一大堆字講這個啊 你也在講這個 沒有什麼意思啊 可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花了 時間花了心血啊 說吧 這個字是我自己找的 我自己過濾 就是完全照我自己 我自己的標準 我覺得常用 我覺得簡單 我覺得實用啊 我是自己篩選出來的 也沒有參考 參考任何資料 然後呢 最重要的倒不是這個 重要的是說 我會把它磁心 寫出來 如果它有好幾個意思 我會把主要的意思啊 當然有的 它可能有七八個意思啊 那我覺得可能有些重 有點重複 或者幾乎用不到的啊 那就去除掉啊 就是覺得一般可以用得到的啊 比如說 搞不好 有些字典給你搞七八個意思 我覺得有些重複啊 有些用不太到 我們就 濃縮成三個啊 這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寄單字啊 要整套寄 不要瞎子磨相 不要只是記一個意思 然後磁心也搞不懂 然後就說 我認識這個字啊 譬如說 有一個人 他認識五千個英文單字啊 他說 哎呦我不錯啊 我認識五千個單字 可是問題來了 這五千單個 五千個單字 如果平均一個單字 有三個意思 那其實這五千個字 英文字就是 有一萬五千個意思 其實有些文法學家認為 其實 就視同為一萬五千個單字 他只是 長得 長得一樣 長得像同一個字 看起來是一個字 可是其實 他靈魂不一樣啊 他原神不一樣 他的個性不一樣 因為他這 一萬五千個 意思 就不一樣啊 只是他的形狀是五千個單字啊 但是平均一個單字 三個意思 其實 可以視同為 一萬五千個單字啊 是這個觀念啊 我一般沒有觀念 他就長這樣子啊 他當然就是一個東西啊 他不是 他可能是三個東西 所以就是 比在先進的觀念就是說 應該講 不是說你認識幾個單字 而是說你認識幾個意思啊 或者認識幾個單字跟意思 所以 在我的觀念來看 譬如說 我認識 假如我認識兩萬個單字 可是我可能認識六萬個 一個平均三個意思啊 所以這個很累啊 頭會爆炸 我認識兩萬 譬如說 其實我不止 認識不止啦 假如說我認識兩萬個 一萬單字 但一個平均三個意思 我其實認識六萬個單字 或者 兩萬個單字 六萬個意思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來記單字 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它是整套的 你也了解它的詞性 你也了解它的意思 而且它如果不止一個詞性 不止一個意思 一網打進 這叫整套的 當然我這邊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這個 例句 就教你用 不然有的時候我們說 這個是我知道 可是怎麼用不會 我們就把例句弄出來 那這邊只有 沒有去寫發音啊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個單元 就正確發音 那這個 重複了 那就不弄 不然又講發音 就太複雜了 好所以我希望 這個有緣看到這個 這個頻道 不是視頻啊 一個頻道很多視頻啊 很多Clip 很多這個短片 就是說 你就看看 我一集講十個 一集講十個 十個 這種這樣的單字 選出來簡單 常用 而且實用 很實用 就有些字 看起來好像 不是那麼簡單 可是它很實用 這幾個原則 所以 就看我視頻 就說 一集可能錄十來分鐘 那就看這些字 整套的看 因為我們磁性嘛 只有這個 綠色的這個 反綠啊 反白啊 標出來 很簡單嘛 abandon 可以兩個磁性 反正說abandon 有人說 我記得是動詞 有人說 我記得是名詞 就是兩個都對 就是磁性 一網打盡 它有什麼磁性 有人說好像是放棄的意思 有人說好像是 這個不受限制 很放縱的意思 都對 就我們一網打盡 當然看這個訊息量很大 壓力表很大 就是有些簡單一點 一看 比如兩個意思的 還可以記 兩個意思的 但有些呢 有些這個很多啊 好幾個磁性啊 意思很多的 那你就是先了解 不要一次強背 所以我們 記東西啊 學問啊 或者背單字 或者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最好是去了解 先了解 不要硬背 先了解 然後熟悉 熟悉以後 就有印象 印象越來越深 不知不覺你就記住了 那你一開始你不了解 硬是背啊 所以這很多學生很痛苦啊 甚至有的這個 連品學兼優 跳路智商 太痛苦了 因為他腦筋好 記憶力很強 可是受不了 還是受不了 記太多東西受不了 因為他不了解 你不了解去記 他腦袋就會痛 那你說了解之後 你反而不用記 或者說你了解以後 去記也好記 那最好也不要去記 不要去記 不要去背誦 了解了 譬如說你沒有去記你家的名字啊 因為你天天在一起 你自然就會了 那你說你班上一開始 開學50個同學 你說我一次要記書50個名字 那你頭痛得不得了 那你就一開始 這幾個熟啊 多叫幾次 我沒有記啊 這幾個 我們常常一起去吃午飯啊 常常在一起 我就名字自然就記書了 其他的比較不熟的 老是常常點名 點名多點幾次去記書 所以最好是 經過熟悉 先經過了解 經過熟悉 就有印象 印象越來越深 自然就會啊 而且這種不會忘的 因為你有了解嘛 你就不會忘 那你說強記 好像你的技術 可是忘的快啊 一段時間不用去忘記啦 就像腳踏車 你騎會了不會忘記 為什麼你常常騎啊 就不會忘記啊 所以這個 我們是講一個觀念 講一個觀念 所以單字是英文最基本的元素 最重要 單字不好 其他不用談 可是當我 我一直講 我們寄單字的時候 一開始大部分啊 不是每一個 有的人他也是這樣寄啊 也有 那就是 一開始 從單字就錯了 那錯了以後呢 接下來就一錯再錯 所以到最後 可能學了英文很多年 有時候也會講一點啊 也會看一點報紙啊 也覺得程度不錯 也寄了很多單字啊 寄了很多東西啊 看了很多文章 可是老是覺得說 怎麼我看那一篇就卡卡的啊 然後這邊又跑出一個什麼 不一樣的意思 因為你的基本功啊 沒有做到 所以就是希望有緣的話 就是說 最好是你剛才學英文不久 或者你英文已經有 程度也沒關係 再回頭看 哎呀 怎麼 這個字居然還有別的詞心 我當初怎麼不知道 怎麼還有別的意思 我怎麼不知道 只有這個 溫故之心 你就回頭看看 啊 原來我當初記得的時候 是 這個 這個片段啊 片段 這時候得回復一下 再把你前面的補上啊 那如果說你 學生啊 不管小學 國中高中 在開始被單字的過程 就是記住 用這種方式來學 所以我們一級十個嘛 十個 因為年輕人學習得快嘛 就至少 一級十個 你不一定全部記住啊 但你至少知道說 哦 他原來有這麼多名堂 啊 有些字好幾個詞性 好幾個意思啊 一開始也不一定說 全部記起來 但是你至少知道 那以後我們 在看文章的時候 你就不會 一股腦說 這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他是不是寫錯啊 這個意思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的意思可是又套不出來 整個解釋不出來 那時候你腦袋就可能很靈 哦 可能這個字啊 我沒有記錯 他也沒寫錯 他可能有別的意思 我們看看上下文 猜一猜 有些 另外一個想法 好像講得通 可能這個意思 後來一查這點 果然沒錯 就是你腦筋就不會太死 看文章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就是一個有系統的 所以 我的英文視頻啊 我也不想跟人家打 打了一台 因為網路上啊 書啊 教英文太多 多牛如毛 但是呢 我就是強調用一個系統性的 功能性的 就是市場區隔不一樣 我的方法都是經過歸納的 經過整理的 都是一個 或者一個系統性的 提供大家學英文的另外管道 所以我這一集 意思就是說 我先看一個頻道 基本單字片 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 而且基本單字嘛 這交人太多了 這個人也不用看你了 看別人就好 人家還有年輕辣妹啊 帥哥啊 在家啊 活靈活現的 你只有錄個聲音 這個這個 這個畫面 這個沒什麼意思啊 那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那當然 你說網路上或其他 有沒有說這樣 那麼完整系統的 也許有 但是我想應該很少 所以重點就是說 我們以後記單字 你也不一定看我視頻啊 但是重點是你要有這個習慣 要懂認知 我們不要去小看英文單字 他裡面可能乾坤啊 可能學問很大啊 他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啊 不同的詞性啊 還有包括例句他怎麼去用啊 所以像我這邊就是一個範本啊 就是說一集講十個慢慢越講越多 給大家一個一個一個管道 說哦 單字要這樣子去記 要整套的 這樣才算完整啊 就像那個少爺武功啊 什麼全路 你要打打全套嘛 你不要他有一共十套 你打了一套就說我 我會那還有九套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整套的啊 這個去記 去熟悉 去了解 那我們的單字才真的很紮實 很結棍啊 那你單字的基礎打得很好 那其他就比較容易啦 其他以後不管碰到文法啦 不管看到句子 看到那個外國的文章什麼 因為你馬步嘛 馬步砸得很好 那以後要練那個 要練那個全路啊 就不會說滑拳秀腿 就很結實嘛 就少爺武功一開始 叫你去蹲馬步 叫你練手力 練什麼都做一大堆出活 不叫你武功 為什麼他練你基本功啊 那有人說啊你趕快 你給我一分鐘給你全世界 最好就是給我一分鐘 我這個也會那個也會 但是到最後就是滑拳秀腿 因為基本功不行 所以這個不知道這個意思 大家能不能了解啊 所以我們說英文 單字要講學 這就是我做這個 基本單字的 這一篇的這個初衷 一個想法 就是 因為我看到太多人 太多人啊 我看絕大部分 記英文的方式是錯誤的 所以剛好就想到 做這樣的一個頻道 給大家多一個機會來參考一下